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是历史和法理事实 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第二 海峡两岸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这是大势所趋 是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 不会改变 也不可能改变 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决心 坚定不已 我们有能力凑败任何形式的 台独分裂行径 第三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 没有统写余地 没有退让空间 我们敦促美国新界政府 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 确实可受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两红包 彻底改变商界政府 越线而活的危险走路 慎重和妥善的处理 是台湾问题 谢谢 卢 卢 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